學家秀卿立在這學校基盤的 自圓回收對外活動 民眾帶來的空間 失敗到漏漏棚 裡面有射近俗標示 民眾對外的情形是非常的擁有 三百多分的禁品都全部換了料 我們環保教也非常好意 就是我們這個沒有65歲以上 他們的兌換物品就是加倍 加倍來含 所以換到非常高興 自圓回收的東西來收集 可以檢查我們的漏漏量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來對外的東西 甚至我們普通時可以配賣 這個自圓回收可以說 積少成多 積沙成塔 回收對外的行動主要為到家庭中 常常看見的自圓回收物 參加是火電磁和鈕扣電池 火梯子 空管子 塑膏容器和廢光碟 手機都頂頂數十個 尤其我們乾電池 你即使普通時也可以拿去7-7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 它都有一個KR 我們這個乾電池洗掉了 因為它有毒素 你如果在土壤裡面 我們的這個惡性循環 你在土壤有那個毒性 我們的植物 我們的蔬菜 再去吸收到營養 我們人還要吃了 這樣惡性循環 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連你的六號天 也是主長登革熱 病媒文族生的貴婕 立場也賺到機會 當時進行到 風地登革熱的選擇 六十尋道青山市的佈祖 在我們做這個 這個滋圓回收的時候 我們的周遭環境 來來用得好 來派避到這個 這個積水容器 頻頻罐罐 來這個滋生登革熱的病媒文 這個環保 跟登革熱 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我們環境做得好 我們的登革熱的疫情 就可以來減免 手衝力 滋圓回收的 對多多人 有火電磁 28公斤 九三六十四公斤加上補充 保特瓶空冠熱 頂頂總共有六百多公斤 火收物 全部都在火清潔 第一次基盤 立民調擁有來參與 立場表示 未來的每個未來基盤一次 我們在新聞感謝府 學家 蔡英文報導